今天一早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消息 我们家小宇被纽约大学录取了 特别的牛逼 来来来鼓掌鼓掌 鼓掌一下 今天正好我趁着这个机会 我把我真实的想法 以及我为什么会这么安排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个好日子 正月15算是 今天一早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消息 我们家小宇被纽约大学录取了 特别的牛逼 来来来鼓掌鼓掌 鼓掌一下 特别特别的开心 然后我也是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特别是有好多 本身就已经在泰国读书的孩子的家长 也可以从我的这条路可以看到 未来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的话这个我可以说一下 因为之前我把牛逼带到泰国来读书 然后小宇是初中毕业以后 到泰国来上学 上的高中 有很多的人不理解 就觉得哎呀 泰国是那么烂的一个地方 是吧 你们把孩子送出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你们是不是就这样躺平了 躺平以后的孩子 是不是以后就没有出息了 那今天正好我趁着这个机会 我把我真实的想法 以及我为什么会这么安排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一个呢 小宇我们就说小宇啊 小宇她在读初中的时候 其实她的成绩 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当然也不是说是非常非常烂 只不过是考那个重点高中啊 很困难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很苦恼嘛 然后我那次正好有机会回国了 回国了碰到了小宇的爸爸妈妈 然后也来跟我商量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告诉她 我给她想了一条路 就是说你可以高中到泰国来读书 读完以后未来到美国或者哪怕是欧洲 哪怕是其他国家 你再去上大学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不行 也可以走这么一条路 所以那个时候小宇是没有参加过任何的中考 她到现在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的高考 然后就现在是被算是 算是世界名校吧 那个Andy啊 当然是世界名校了 纽约大学是世界名校是吧 当然是世界名校了 她排名排名有多少 二三十名吧 今年稍微低了一点 就是去年 去年再往前基本都是二十多名 都二十多名 今年低了一点三十多名 对 是这样 反正她每年要变的是吧 她们的世界排名 但是今年的排名我觉得不准 为什么 因为有好多学校像加州的母赛的这样的学校 以前排名一百多名了 排名六十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她们的这个排名的规则可能在改变 反正不管怎么说是名校 对吧 而且听说是新长春藤 就新二十五个长春藤学校里的一家 那说明已经非常牛逼了 是吧 又要排手一下 感谢一下 鼓励一下 是这样子 其实呢 我今天我来分享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现在国内有很多的家长 非常非常的苦恼 就也想不好 就说我的孩子 看到有很多人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 那么目的是什么 就包括有的人就像我们一样 就把孩子送到泰国来读书 就想不明白 你们到泰国来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的 我是个实用主力者 我是看最终能做到什么的 中间我的这些步骤 能怎么节省 就是怎么节省 我心里想的是这样 就比如说我们A点到B点 同样都是要到这个目的地 有一条崎岖的山路 好很多很多人在走那条崎岖的山路 下面还有一条高速公路 可以直达 那么但是有很多人的想法呢 就是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大家就是一门心思的就往这条山路上往上走 我觉得呀 你有时候我去抄个劲道也挺好的 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地是一样的呀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就是算是走了一个劲道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家长 其实只是一味的在看人家 就好像道听途说 就觉得好像说是 哎呀人家说怎么样怎么样 你得补习这个 你得学习那个 你未来才会有出息 我觉得不是 人缺的是什么 人缺的是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你要去考虑这个事情 我们最终怎么样能完成这个任务 并不是说我这个过程当中有多么的艰辛 我过程越艰辛 我未来就越成功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所以我是给小语选择了一条路 就是到泰国来读了三年的高中 读完了三年的高中以后 大学她是去的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大学 马来亚大学 我那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过 就高中毕业以后 不管你读的是国际学校也行 你不管在泰国 你读的是私立学校也行 双语学校也行 我们家小语甚至连国际学校也没读 她读的是个双语学校 读了个双语学校 然后去申报了马来西亚的这个马来亚大学 我当时告诉小语 我说首先一个 你成绩你肯定要过关 但你不一定要拔尖 但是你得把英语学好 因为一旦凡你要去读国外的大学 你哪怕是像小语现在去考了美国的研究生 语言肯定是最重要的一关 基本上很多人卡就是卡在最后的雅思分数 或者是托福的分数上面 所以你把英语首先一个学好 然后成绩你只要过关 你说很垫底很烂 那肯定也不行了 成绩过关 这个是最起码的 你是一个学生的一个态度嘛 对不对 所以小语那时候在国内的时候也是 成绩就是在中间这个程度 它也不是最差的 也不是最好的 那么我就给大家找了这条路 到泰国来读了三年高中 三年高中以后申请了马来西亚大学 没有参加任何任何的高考 雅思成绩 那个时候它的雅思成绩好像是六分 六分然后就被录取了 就是这样 到了马来西亚大学以后 我们的方向就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的方向就是说 未来因为马来西亚的大学 为什么我会去选在马来西亚大学呢 因为马来西亚所生一个 它的大学是英文教育的 英文教学的是 然后马来西亚的这个大学 你们不要以为马来亚大学 你听到这个名字好像 哎呀这算什么名校呢 什么都不是 我告诉你它全球排名也有六十多位 也有六十多位 所以的话它已经是属于 全球的百大学校了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么一所学校 这所学校里读了四年的大学 在这四年里面 你要记住 要背后要找高人 为什么说是在大学期间 你就要背后找高人 那么当然有的学生 他说我高中我要去考国外的大学了 你在高中时期 你就背后要去找高人 什么样的高人 就是说要对这方面 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人 当然了网上有很多的这种 什么留学中介啊什么 我觉得大部分是 怎么说呢 就纯粹走个形式来拼拼钱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 那你说是要找到靠谱的 这个是很关键 那当然了 我背后也算是有高人啊 现在就坐在我的镜头后面啊 这个人 过后我把镜头对过去 我们可以一起的聊一聊 是这样子 在大学期间 我的这个朋友 Andy 就跟我在说 你在大学期间 小宇未来他是想学习什么 我说他是对教育很感兴趣嘛 那我说他在大学期间读的也是英文教育 那么他的研究生 他是希望最终是能去读教育专业的 然后他就从这一方面开始着手了 在大学四年期间 也是给小宇出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主意 实习啊 学习啊 然后你要到哪个地方去做做老师啊 你要去做做教育啊 然后去做这一类的事情 这一类的事情其实在于海外去申请大学 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这一次小宇去考的这一个 纽约大学的这一个国际教育的硕士研究生 全球只遭30个人 全球啊 小宇是属于第一梯队就直接被录取的 这个真的是我也非常非常感谢我们背后的这个高人啊 我正好把镜头对对对对我们的这个 Andy 我们的视频里也出现过是吗 我们平常也是一起生活在泰国 然后呢 Andy是美籍华人 我不是跟你握手 OKOK 是美籍华人 然后呢 他在美国也是已经很多很多年 一直就是做教育这一块专业的 对 所以我是背后一直是Andy在给我这里出谋划策 所以这一次的申请里面 你觉得为什么小宇第一梯队就会被录取 因为他肯定不是最优秀的嘛 对 那怎么录取的 给我们分享一下 小宇呢 这个他的成绩啊 不算是最优秀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早前期的时候呢 已经把小宇的这个专业定好了嘛 所以说呢 我们要根据小宇这个专业 来帮他的设计 他的整体的一个规划 也就是说小宇的国际教育 国际教育呢 那他的以后工作的背景是什么样的 然后学校呢 喜欢招出什么样的学生 我们把这些都了解清楚了之后 那么像他在纽大这样 如果说毕业了以后 他以后会到哪些地方去工作呢 这个工作的很宽了 就是说小宇本身 他本科学的是英文教学嘛 他可以到学校里面去当老师 这一方面 然后再有呢 可以到国际学校里面去做管理厂 最好呢 是到这些 比如说联合国去工作 联合国都有可能的 做这些policy 就是这个教育政策的制定 全球化的 就是帮助的 联合国不敢想吧 太大了 当然可以了 真的有可能的 我们有很多同学 以前有同学也有学生 在联合国实习的 实习最后呢 有毕业之后呢 在联合国教科文主持工作 这些都用 那所以这一次 小宇他是占了什么便宜呢 小宇呢 没有说占什么便宜 我呢 只不过是把那小宇 他的所有的 他的特质 他的经历 然后呢 提炼出来 然后再了解一下 哦 那纽大呢 这个国际教育的专业 他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那我把小宇的这些特质 都提炼出来 然后呢 比如说 他在这个 去支教 这部分 支教呢 咱们上次去那教 什么地方来的 支教呢 美斯利的 对 少数民族的 就要呢 在美国呢 他是帮助少数民族的学生 这是少数族裔 然后再有呢 就是这些学生的背景 也很 也很天才 学生呢 有战争的背景 然后 对 战争 难民 然后低收入人口 这样的话呢 小宇去帮助这些人 就表明了这个学生 他本身 他的愿景 在毕业之后 就是为了扶持这一类的人群 所以说正好 跟他的研究生申请的专业 又非常非常复合 那包括你让他在马来西亚 去就是到 从穆斯林的学校里面 去支教教学 都是有目的 当然了 穆斯林的 而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反映出来 小宇的多元 他不光是帮助了 美斯勒这一类 就是以跟我们中国 华人有背景的 这些学生 他还跨种族 去帮助不同种族的 这些学生呢 去发展自己 所以说 像这一种大学去录取 特别是像美国 这种大学的录取 他不是说 单单只是看 他的成绩有多好 不是 美国和英国不一样 英国呢 就是说 你成绩非常非常重要 你的活动啊 或者其他部分呢 他不会看得那么重 但是美国大学的申请 他对你的背景 看得非常非常的 他参比重非常大吧 录取的比重 所以说呢 就只要是你背景丰富了 然后呢 你成绩可能比较普通 但是呢 这个 美国大学觉得 这个学生呢 他毕业之后 他会成为 我们想培养的 这一类的人 他就会录取 所以说 小宇这一次 能够第一题对军入选 其实和他 在大学期间 所做的这一些公益的事情 是有关系的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申请美国大学的 尤其美国顶尖大学的 这些学生呢 很多很多 那你成绩好 每个学生申请这些顶尖大学的学生呢 基本上成绩都非常非常优秀的 那他怎么大学怎么样才能从这个这么多优秀的学生之中把你挑出来 那这就看你的背景 你都做过什么 你是不是符合我想培养的人才 所以同等条件下 你的背景很关键 甚至成绩我不如别的国家的学生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的背景如果说是符合他的一个培养方向 他就更容易入去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经验 对 成绩呢 只是一方面在美国大学申请 所以说经验的问题 我们呢 因为长期的 我也是在美国生活 读书 然后一直从事这个申请工作 所以说呢 对美国的整个社会情况 对他的大学招生的这个 偏好 都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说要把 要把 最重要的就是说 最好一点 我们的中介也好 或者升学辅导老师也好 就是说 你要了解学生 了解学生之后呢 你要了解大学 你怎么样才能把大学的招生点 和学生的特质 要有效的配合起来 所以说 瞎努力没用 比如说我在那个地方 哎呦 美国大学他看这种背景 然后我就学个马术 我就学个啥 没用 比如说他所申报的这个专业 和这个不相干 你的这些没用 打个比方我是 全球什么吃到饱 最拿手冠军 你这没用是吧 这些就看你想学什么专业 去什么样的学校 对吧 那咱们说 这些你说马术 那有的学生呢 我觉得打个儿说 我马术学的好 这样行不行 行 当然行了 但是你要申请 另外的学校 和其他的专业 就是类似于美国 很多文理学院 他就喜欢招收 这些高大上的家庭 跟孩子 你恨不得从小家里面挂的就是环高的画上 然后就是艺术啊 马术啊音乐 懂得一塌糊涂的 那你就申请另外一类的学校 也是美国顶尖的大学 就是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特质和背景 那怎么样匹配他们梦想的学校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谢谢我们Andy 应该的 正好啊 那然后我反正也是个大老粗 是吧 也不太了解 有很多东西的话 我就问一问Andy 究竟是怎么一个过程 反正我觉得吧 整个的大方向 我觉得我是没有走错的 同样的话 也是正好给镜头前面的很多的家长 去做这一方面的一个参考 就包括我们家妞妞未来的方向 其实我也是已经有大的一个制定了 关于这个中间的细节该怎么做 那人无完人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了解得到 所以有时候是需要一些外力来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啊 就是人在给孩子在做出教育的时候 就会 我也是家长 就是会 怎么说呢 很担心 因为这个事情它是不肯腻的 我当我做出了这个选择的时候 孩子的未来究竟怎么样 我想让他从头来一遍是不可能的 就好像我知道现在肯定国内 有很多很多的家长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哎呀看到很多很多人把孩子送到泰国去读书 他们究竟未来有没有出息 将来的出路究竟是怎么 我算是来的比较早的 我十多年前就已经来泰国了 我就已经把牛牛带来了 然后小语你看看 也已经七八年前就已经来泰国了 那么我就已经很明显的一个案例 放在这个地方了 我这条路我觉得我是没有走错 确实是没有走错 而且从A点到B点 我们都没有说是花很多很多的精力 就好像我是一直在说 就很多人就一直认为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吃得苦中苦 还是普通人 是吧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的这个苦啊 究竟有没有必要去吃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就独立思考一下 就是我未来想把孩子培养成怎么样一个方向 我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然后中间如何能把它简化掉 这个就是我的一贯来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想法 就包括我对牛牛也行 我对小语也行 我并不是说希望他们数理化能够学到多好 我希望他们能够学到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你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不要人云以云 你自己好好的去考虑一下看 怎么样做我能够又轻松又简单 最终我还是能够从A点到达B点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所以的话希望大家如果说是有什么想法的话 可以在我下面的评论里面热烈的讨论 然后我觉得孩子嘛都是自己的 每一个人反正都有自己培养的方式方法 也不是说萧恩的这个方式一定是对的 只是我觉得萧恩的方式比较适合我萧恩的家庭而已 是这样子啊 所以的话我觉得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 可以一起来讨论 或者有什么不了解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一起参与到讨论 我看到如果有各种各样的提问 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在以后的节目里面 也会去找一些专业的人 或者说我自己有经验的 我就跟大家来分享 好不好 行了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 来安迪和大家说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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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